自己挖的坑自己填 我们今天讲区块链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起读 答应了Claire同学 我们来讲区块链 那我们就来吧 区块链这个东西 我自己大概懂 可是我也不保证我讲的东西 都是完全精准正确的 在技术上的一些 名词的解释甚至是 那欢迎更专业的同学在下面纠正我 就像我知道Stanley同学 就说过晶圆跟晶片是有不同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 那我们来看 我要先讲区块链的话 其实不知道该怎么讲起呢 我做了一些功课 但是我也没有说去先演练一下下 但总之大概有三个网页我整理下来 是我觉得讲解的还算不错的 而且是 比较讲解的简单一点 因为有相当多网页用了很多的 专业的知识在里面 你光是看了三五行之后你就觉得 不行我已经不懂 而这边这个我们先看这第一个 而毕竟我还是要教英文的 这个才是我最大的重点 你对知识有兴趣我会很感激 但是我希望你的知识是 获取到英文的而不是只有中文的 所以这边说了 这边这个网页是在说 他想要用100个字把区块链解释清楚 在100个英文字里面 那我就觉得这很屌 如果你能够100字解释清楚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多confusion了 还有这么多人写出这么多书来 如果有人用100个字可以解释清楚 这些书真的可以丢掉了 可是 看完这100个字之后 我相信你还是会有问题 可是无论如何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起点 先看这个100个字的解释 所以就是荧幕上现在这个东西 他说的 you 括号 a node have a file of transactions on your computer a ledger 光第一句你可能就 what the heck 好先 小小解释一下这边这个词 node node 这个字 我找了字典 它翻译成是 节点 就 就一节两节的那个节 就一节课的节 然后点 你可以把理解程式 你看你有一台电脑 我有一台电脑 他有一台电脑 我们都连 我们都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或之类的 或甚至是区域网络方式把我们的电脑连在一起 所以我可以传讯息到你的电脑上 你也可以传讯息到我的电脑上 你把它想成手机也是一样 那那个就是一个一个的node 所以这样应该还算OK 所以你是一个node 你有一个档案 a file of transactions 不是只有 应该讲一个档案没错 可是 这个档案里面是有很多交易记录的 所以这里的transaction 才是复述的 那要是你不认识这个字的话 就打给你看一下 这个字交易叫做transaction OK 就是trans加上action 你可以把这两个字分开内容无所谓 可是s跟a一定反正会黏在一起 transaction 所以那个档案 档案里有很多的transactions 那是在你的电脑上 on your computer 然后这边再夸一个ledger ledger是什么 ledger就是会计学里面的那个 账本 所以一页一页的 就叫做一页一页的ledger 我给你图示看一下 这边我就找到google看了一下下 这个就是accounting的ledger book ledger就是这样的一个 可能会有一个编号啦 日期啦 买了什么的描述啦 然后账号是几号啦 付了什么钱啦 然后有没有先付定金啦 total什么之类的 所以ledger可能里面有的项目是这样 所以这就跟 像bitcoin或之类的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东西 好anyway先回来这边一下 所以这就是一个ledger 所以在你的电脑上有一个ledger 像刚刚一样的这个 一页东西上面 写了很多很多transaction 目前OK 所以你的node 有一个ledger 那两个government accountants 这里下一句话的是 two government accountants 两个政府里面的 excuse me 会计师 那他有这边夸号 Let's call them miners 我们就叫他 minor 这个你可能听过什么挖矿 比特币挖矿 他这里就出现了 矿工这个字minor 所以他竟然把这个政府的 会计师比喻为矿工 have the same file on theirs 那他们有同样的档案在 他们的node上面 就他们的电脑上 OK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用到常见到一个词叫做distributed 所以就是分散开来的 那你可能有听过一个什么 去中心化这个字 所以decentralize 跟 distribute distributed network 这两个字有时候会看走在一起 所以 他是一个分散开的 你看你电脑上有ledger 我电脑上也有 他这边讲两个 政府的那个会计师上也有ledger 电脑上也有ledger 所以每个人都有ledger 每个人都有一份 So as you make a transaction 当你在做 一个新的 交易记录的时候 Your computer sends an email to each accountant to inform them 你的电脑就会送出一个email 来 刚讲到有两个政府的会计师嘛 所以他送给他们各一个email 来告知他们 你跟我的 就你们的跟我的这张ledger 现在要多一样咯 OK多一样上面的交易咯 好OK 那每一个accountant rushes to be the first to check whether you can afford it 所以 两个政府的 这个会计师 Accountant 各自就rush to be the first 两个冲去 想要当第一个 they rush to be the first 所以那因为这边刚刚单数的关系 所以变成 each accountant rushes to be the first 来当第一个 来check 是不是你能够买得起 因为你知道他们手上的这个ledger 跟你的ledger 记得都是一大堆交易记录 也就是说他们很清楚你现在账号里还剩多少钱 OK 所以他们就 帮你顺顺看你买不买得起 假设你 账号里只剩50块 所以他们的档案上也就50块50块 就我说Paul这个人只有50块的 的存款而已了 那我买个250块的东西 那就买不起来对不对 所以总之他们就去check看看 然后呢 他们在check的过程中 他们会被付薪水 这个薪水就是比特币 OK and be paid their salary Bitcoins 那第一个算出来的人 确认说 你买得起 the first to check and validate validate就是 像一个盖章盖下去 可以 你OK了 这买得起 然后他就会按一个 reply all 回信给所有人 你想像一下 今天如果不是两个会计师 而是成千上万个好了 所以成千上万个这个 government accountant miner 就会收到一个答案说 这个人算出来了 他知道我负担得起 所以reply all attaching their logic verifying the transaction 所以 还 把他们的这个 算式算法之类的 我讲算可能有点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卡住 总之他确认的这个过程 他所做的这个工作 所以这里有一个词 叫proof of work 也是里面的一个重要概念 所以总之他算出来了 他告诉大家说 我算好了 然后po买得起 所以每个人的 电脑上的这一本账本 就被更新了 所以每个人 都有我买了一个什么东西的记录 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这个 比 讲说比特币 没有什么被 偷什么之类的可能性 就是因为 每个人都有一本 ledger 那每个人的ledger上面都记载着 每一枚比特币的 进出来往什么这些的 所以 所以 没有人能篡改 因为大家的版本都一样 要是有任何的hacker 想要篡改这个记录的话 他是办不到的 因为其他人的就会 世界上呈现上万的 这些人的ledger 就会说 你这个记录 我们这里不对 都不上 那如果说 他都不上 他都不上 所有人都不上的话 那你的这个东西 就是假的 这样子 再把这100个字看完 so if the other accountant agrees everyone updates their file 所以如果另外一个 会计者同意的话 每个人就会更新他们的 答案 这些 所以这个concept 就是被blockchain technology 来enable的 所以这是blockchain 100个字 again 我说过你可能看完之后 还是会觉得 what the hell 还是不懂 所以 我们现在把这个 比特币跟blockchain 稍微 讲一下下好了 这边这个网站说得很清楚 blockchain 并不是cryptocurrency blockchain的概念就是 刚刚的这一种 你有电脑 我有电脑 他有电脑 我们大家都有电脑 我们电脑上都 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认证的单位 来认证说这个东西是对的 是没错的 然后并且告诉大家 yes 都没错 或许不能说 是一起发生的 因为他那个是一个一个的hash 接下去一个个的电脑 但我们先不讲这个 所以总之这个东西 这个大家都有电脑 大家形成了一条链子 因为你有我有他有 我们都连起来 所以这个叫做blockchain 叫区块链 而blockchain的一种 应用的方式 就是把它 把它 我们想出一个东西 我们叫它货币 叫它 叫它bitcoin 那这个bitcoin 就是 就是 事实上就是一种交易记录 而这个交易记录 会被大家认可 它是存在是正确 正确的 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就 就变成了 cryptocurrency 所以像我们上礼拜讲的那个影片 就是一些艺术作品 或者甚至一些影片 都可以经过认证成为是世界上的独一无二 或者 10个里面的一个 或者20里面的 20部影片里面的其中一部 所以要是能够得到verify 说没错 我的电脑的认证 这是20片里的其中一片 并且成千上万的其他电脑 都可以verify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是blockchain的技术 可是我们就成功的炒作起了另外一种虚拟的东西 就是艺术作品 像一幅画的数位版 或者是刚讲的一个影片 或者甚至是 像我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个Twitter的 创办人叫Jack Jack Dorsey好像是 那Jack Dorsey 他在创办完了Twitter之后 他是第1个发出第1则推推 推特的人 那他的这一则推特就很简单 不知道只有几个字而已 可是你知道多屌啊 世界上第1则推特 他这则推特 就经过了这个blockchain的认证 也就会说 我认证这是他真正的推特 那你也认证你也认证 大家都有一个账本上面都记着 这个就是Jack Dorsey的推特 这个推特就拿去卖了 然后就变成一个可以卖的东西了 你看连1则推 都可以当成一个 货品来卖 商品来卖 好所以 我觉得英文讲的还是不太够 所以总之希望你了解的blockchain 是一种技术 那他能够衍生出的应用就包括了虚拟货币 Cryptocurrency 以及包括了我们上礼拜讲过的 NFT Non-Fungible Token 好那另外再有一个网页 我觉得这边讲 所以他一步一步怎么说 因为你可能现在开始脑袋有些问题 You may have questions 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 你怎么知道 就是骇客真的没有办法 hack你的我的他的电脑 他可以hack 他可以同时轻入很多人的电脑 然后说 这边总共有10部或者100部的电脑说 我现在有更新一个比特币的交易 然后进到了我这个hacker的账号 hacker的账号里面 那那你怎么知道 其他人能够说 你们这100个人都是错的呢 或者是他厉害一点 他侵害了1000台电脑 那这一天1000台电脑都被他 hack过了以后就 篡改那些记录之后 你怎么你怎么知道 现在到底谁是对的呢 对不对 好所以 这个 科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边 我们看能不能一步一步走走看来理解他 所以 他的step one blockchain的这个 好 see So here's how a deal gets included in a blockchain 所以 今天一个交易如何进入这个 我们这个区块链里面 让大家都能认证他 So a trade is recorded 今天有一个交易记录被记录起来了 For example 我们就说有一个叫做Mr.Pink 粉红 粉红先生 他卖了两个 他的比特币给 绿先生Mr.Green 卖了100块 然后 这个记录就 The record lists The details Including a digital signature from each party 这重点来的 所以这个记录就列出了 细节 包括一个 数位上的 签名 from each party 所以 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数位签名 在另外一个文章里他就是hash hash 其实 我们稍微把 我想把hash这个字讲一下 因为在吃的东西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hash brown hash brown就是把马铃薯切成 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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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 然后再捏成一块然后拿去煎或拿去炸 你知道的就是薯饼 OK薯饼 因为薯饼不就是切成很小块就捏成饼状然后去炸吗 那个叫hash brown 所以hash就是切成小丁的状态 可是你想一想 你把一个东西切成这么小丁 也就是把它整个弄乱了对不对 今天假设有一个数字 或者有一堆文字 你把它整个scramble整个搞乱在一起 那就是一个hash 所以我认为把hash翻成乱数都是一个还不错的翻译 虽然说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翻译好像 可能是我没找到 但总之 他的交易记录 就会经过一个 乱七八糟的变化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hash 所以他刚刚讲的digital signature 其实在有些地方就叫做hash OK 好 所以 这个record is checked by the network 所以这个记录就被整个网路来确认到底对还不对 The computers in the network called nodes 所以在这个network 网路里面的电脑也就叫做nodes 刚跟你讲过叫节点 Check the details of the trade to make sure it's valid 所以他们会check一下 这个细节来确认它是不是正确的 valid的这样子 然后这个record that the network accepted are added to a block 所以 大家都接受了就加入了这个区块里 Each block contains a unique code called a hash 出现了 所以每一个block 每一个块 都有一个code叫做hash 就刚刚所说的 It also contains contains the hash of the previous block in the chain 所以你想像一下 前面的那个人 或者前面的那个区块 他们有一个hash 那这个hash 会加到这一个ledger里面 传到我这一个block里面 或者我的电脑里面 那我的电脑收到了之后 我就会再加一个hash 给他 然后再传给下一个 所以每一个人 丢进来的hash 跟传出去的hash 都还不一样 因为他会再经过下一次的变乱 所以 所以为什么很难hack 因为我收进来的hash 跟传下去的hash 就不一样 你根本没有办法figure out 我收进来的长什么样 跟我传出去的长什么样 你就算有办法figure out 也只是我这一台而已 你不可能就figure out 千百万台的电脑的 进出的hash 那个就 技术上是真的 不可能办得到的 好所以总之这个就加进去 so the block is added to the blockchain 所以这个加进了区块链了 the hash codes connect the blocks together in a specific order 所以他 你知道像刚刚讲有顺序的吧 所以我这边进来出去 我的是1进去 出去的是2 下一个人收到的是2 传出去的是3 下一个人收到 再下一个收到的是3 传出去的是4 所以这样一路传下去 有这么多的hash 然后就都 然后他会确认他的order 对不对 要是今天这个order被搞乱了 我们就知道 又有问题了 所以你这台电脑 被compromise 可能就 被破坏了 被入侵了 那可能你的都不对 那 那你被害了不管你 但总之其他人的还是对的 这样子 所以这边在讲重点 difficult to change 所以这个hash codes 就能够保 keep records safe so a hash code is created by a math function that takes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generates a string of letters and numbers from it 所以 那你可能会想 这个hash能有多难 那你进来的hash1 出去了hash2 这个hash2 速变就是个 I don't know 16个数字 18个数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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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hash code呢 是被一个数学的一个公式算式 一个function 去算出来的 所以他会把这个digital information take进去 然后他会generate出 一个string 就是一条 一线 那他会generate出 a string of 字母跟数字 那 那 他这边给你看两个特别的一个特征 所以这个hash code的两个特征 so let's take a look a closer look at two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hash codes 所以characteristics就是特征 所以第1个特征 No matter what the size of the original file a hash function will always generate a code of the same length 这个是 这个就是我个人本身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 你知道吗 为什么无法理解 好我把这句解释给你听 无论你的original file多大 OK 假设你的下面有一个很夸张的比喻 我先讲给你听没关系 我如果跟你讲 Hello 你好吗 Hello 你好吗 就几个字而已 他伸出来的hash 这个hash code呢 假设可能就有256个字体 跟 字母跟数字的混合 256 随便 我随便讲一个数字 Hello 你好吗 就这么多 然后如果你把 杜斯陀耶夫斯基的 是不是罪与罚 或者是 战争与和平 海明威胁的 你把这一整本书可能50几万个字 拿来想办法 generate成一个hash的时候 他仍然还是256个字母数长 所以256个letter加上number 我的Hello 你好吗 256 战争与和平 256 所以这边再说就是 不管 No matter what the size of the original file 你原本答案不管多大 这个hash function 我always generate a code of the same length 他伸出的这个code 永远是同样长度的 我刚举的乱例子 256 所以 所以 下面讲的这个就是我刚所举的例子 其实 OK 他说 例如说 first tweet 第1个 Jack Dorsey的tweet 是很短 那短比这个War and Peace 就战争与和平 短很多 可是他们会得到同样的hash of the same length 好 目前这样听懂 所以总之不管你看 这个就是Jack Dorsey的tweet Just setting up my Twitter 然后他这个tweet啊 不知道卖了几十万还几百万 不晓得 所以总之的 他sample出来的32byte的hash 就这么长而已 然后 这一本 War and Peace generate出来的 也同样的长度 可是当然他是 不一样的东西就是 好 所以他第1个特点 长度相等 Second Any change to the original input will generate a new hash 所以要是 你有做任何一点的改变的话 他都会生出一个新的hash 所以像刚刚讲的 你不可能把全世界的人的hash 所以就某一把 某一笔交易的hash 都 hack全世界的电脑 然后把那笔交易 很精准的抓出来 然后修改它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你 改了你原本的input 就像我刚刚说的 Hello 你好吗 我改成 Hello 你们好吗 多一个门这个字 或者你把我们讲的夸张点 战争与和平 这本书里面 多一个逗点好了 OK 所以五十几万个字 多一个逗点 它生出来的 刚我所举例的 256个 长度的hash 它就会不一样 OK 所以 Any change to the original input will generate a new hash 所以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两个hash 是一模一样的 不可能 So if someone decided to delete just one comma from 他的五十多万个字的 masterpiece 这边就讲 如果有人决定要 删掉一个斗点的话 它就会show up 然后 因为 这个改变会show up 因为他的hash会不一样 好听懂意思就好 好所以 所以 the changed hash Breaks the chain 所以要是今天有 改了hash的话 你这个链就会断掉 所以总之就是 hack不成的 OK 所以 因为你下一个block 所以我刚讲一路传下去 对不对 所以假设你是收到 256个hash 然后你把 257个传下去 但总之下一个block in the chain still has the old hash 所以前面的这些人 对不起 就后面这些人 就我是256个257 但是我的这本ledger上 前面所有的交易记录 所有的hash 都还是一样 所以你不能改 先前的任何hash 因为前面任何hash 被你改过一次 下一个人马上就知道 有东西被改到了 OK 所以 所以 hacker would have to recalculate that 所以 这个hacker就必须要 一次一次的算 这真的不可能 OK So recalculating all those hashes recalculating all those hashes would take an enormous amount of computing power 所以 总之做不到 简单说 所以希望这边就可以解释了 所以你看 先解释了为什么 这是 不太可能被人家hack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看这就是我们传统 银行的概念 就是一个中心化 centralized hub 因为每个人都要去跟 例如说 你是 你是华南银行的 所以华南银行电脑里面 就记录所有人的记录 所以你的记录 我的记录 他的记录 全部在华南银行的 电脑的database里面 只有他们能确定 什么东西对还不对 电脑骸客骸进去 一改 可能你的2000万 就进到我的账户里 然后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Right 但是今天如果 每一个人的账本 全部都记录在 大家这么多人不同的 电脑里面的话 你的钱反而是 最最 最最最 最安全 Alright 所以 我们讲到这里 其实事实上大概也够了 我觉得 接下来就是 他有讲到说 你如果想要成为 这个区块链一部分 你要怎么办 那其实这边就有讲到 我们刚刚有讲到的那一个 就是比喻说两个政府的 会计的那个概念 你想要加入的话 你就必须要 想办法 去替人家算这个东西 然后 算出来了 确认出来了 这个东西是对的 什么之类 给大家知道 总之 你有在做工 有什么 proof of work 你就可以成为他的一份子 大概是这样 下面这个我们可能就不讲 因为我觉得 影片到这里 大概也已经 长度算是够了 所以我会把这些 这些连结都放在我下面的那个 下面的那个内容里面 突然间卡住 对不起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区块链的一个特别的一集 我觉得今天讲的 所以我们大概讲到这里也就够了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ントо�了 记得 学了